OK我们来讨论总复习的part 3的部分了 这个是剩下两题19 20题 整除性的题目 第19题在空格内 如果填上适当的数字 使得这个五位数可以被 可以被这个二整除 那这一边呢 我们只需要各位数 只需要是双数 它都可以被二整除 所以这一边呢 0 2 4 6 8都可以接受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这一题来讲呢 它并没有说 局限你一定要最小的一个 我们之前的练习是有讲说 它要最小的数 这边没有 那你就要把五个都喜欢出来 0 2 4 6 8都行 再来这一题 能够被三整除 我们把三月掉 对吧 8加2 8加4等于12 也是可以被三整除 所以变成了我2可以哦 对不对 2加1是3嘛 然后呢 你再加3就等于5也行 再加3等于8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应该是2 5跟8都行的 然后呢 如果能够被四整除的话呢 以四的整除呢 我们只需要看最后的两个位数 对吧 32呢 应该是4 48 32 所以32可以 所以2可以了 然后呢 再加4给它36应该也可以了 再加4就会等于0 40 所以就不行了 OK 所以这一题是2或者6 2或者6 能够被5整除的话呢 应该是0或者 各位数只要是0或者5都可以了 所以也是漏了0了 底头 所以要注意啊 有两个可能性的话都要写 再来这一题 如果能够被8整除的话呢 我们的要填什么 首先我要知道说 我们能够被8整除哦 我们只需要 最后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对吧 8 1 8 然后呢 剩下5 56的话呢 7 8 56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是6的话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然后呢 再减8 减8就 2就不行了 再加8又要超过了 所以这一题应该是 唯有选6的 所以第19题的1 应该是只有一个选项 答案是6 F这一题 如果要被9整除的话 8加1是9 我直接去掉 4加3是7 我再加2 对吧 我再加2就等于9的倍数了 然后呢 2再加9就超过了11 就不行了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是2了 就只能选2 11的话呢 怎么选 我们知道 偶数 是8加3 等于11 那我4加1 等于5 应该还要再加6 才会等于11 对不对 我们知道 单数位的和 跟双数位的和 再来 复减要等于0 或者是11的倍数 在这一边的话呢 应该是要选6 等一下 6加4加1 就等于11 OK 所以G的这一题呢 也是6 被12整除怎么办呢 你叫再翻回前面 我们偷用前面 因为12本身是 12本身是3乘4 所以刚才我们已经有了 这个4是2或者6 对吧 我们已经做了 哎 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做了整除4的话呢 是2或者6 然后呢 3的话呢 刚才我们也是有做 我们如果懒惰的话 翻回前面 3的话呢 是258 OK 再写一下啊 3的话呢 是258 所以在这边呢 两个重叠的 就会是2 对吧 所以他同时能够被4整除 能够被3整除的话 他就能够被12整除了 OK 所以这题呢 必须要分开的来考虑 就可以了 好 来 再来看第二十题 以至4位数可以被3整除 然后呢 这个是另外的4位数呢 不能被8整除 所以这一边的话呢 他就问你两个格要放同样数字的话 他要放多少 我们先分析前面 如果要被3整除的话 这个3去掉 4加1等于5 我再加1 他就会是3的倍数 再加3给他得到4也是3的倍数 再加3给他就会等于7也是3的倍数 所以呢 这一个呢 第一个条件 我们知道说他可以放1 4或者是7这三个数字都行 对不对 过后呢 我们再分析了哈 那后面这个数不能被8整除 我们就把3个位数 比如说我放1的话呢 他就168 168除以8呢 刚好就可以整除 我放7的话呢 也可以整除 我放4的话呢 余4 所以呢 我们就只有这个4呢 是不能被8整除了 如果放4的话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就是4 可以吧 这个大概是我们整除新的一个做法